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世的禅室 道 营收 营收 万教 还有大家都有没有能复制等等这两个问题 请谢谢 这个叫大哉问 问的问题很宽广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它是一个体量 教是一个用 好像我们车轮 那个中心点 那个轴心点 那个就是道 它的辐射 一支一支辐射线 那个就是教 教化就是欠人为善 欠人为善它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可是道 它是要这个善的能够呈现作佛 能够回归到本位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道 它是一个中心点 教 它是呈现出来的功能作用 然后我们要回到那个中心点 回到道之体 回来 所以我们假如说 道来停收万教 人家一听了 心里面就不正买 准备要跟你 要跟你搶 要跟你收拼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有一些是不必要的 不必要去增值那些东西 我们人类都是难免 难免会有不知不觉的时候 难免会有真如不守自信的时候 就是吴明齐 吴明齐 因为吴明是从我们的结信 从佛信出来 然后我们就很执着 然后很坚持 坚持自己的那个念头 所以这样 在隐蔑之中 偶像就已经呈现了 那个我 就已经战了 你修的怎么好 都是骗人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道 要无偶像 没有我 完成哪有我 身体是天地的物质 所有封土 重元即会 借我们用的 所以现在 有道天讲说 我现在每天都战这六七十斤的肉 战在吃 可以有没有 有战六七十斤的肉 战在吃 肥子就这样 整百斤 整百斤的肉都战在吃 所以能够体会到这样 那个就已经进入佛信 佛信不只在战这些肉在吃 那肉是天地的物质 天地的东西 战这些肉在吃 那就是我们的真心无疑 如果有法度 提会说 我都把这六七十斤的肉战在吃 那这样来 就真正佛了 不然我们都着想 注重在身体的现象 都在过这个神虎 神虎 神虎是一个消灵 他都温重修保 我们的主持人 都在他够 在他够 他都没有带念 要破诊就破诊 要死就死 他都没有带念 所以消灵 我们要了解 要把他四大调和 好好的就价来修金 神虎是价 所以用在神虎的情形 不用那么多 都在他佣性 在他佣性 同样的事 我们要用的 不应该用的情形 都没用 不应该用的 哦 这样 用得很用心 刚才留一部在说 说我们情话不白 不情话都会放到肥肉 哦